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话题 我早醒来的时候看到上报这个独家新闻 然后同时在立法院也听到这个国民党立员党团 这个傅昆奇所做出了重大的宣布 马英九率领的这个大九学长的青年 不是在这个月的一号吗 他是一号到十一号嘛对不对 才访问中国嘛 马习二会才十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才登场嘛 来你怎么看呢 现在上报独家报导说韩国瑜 八月在立法院休会期间要帅团 这帅哪里的团啊 十四个直辖市长吗 国民党的十四个还是十五个 总共现在国民党十五个 OK国民党十五个地方县市首长 要随着韩国瑜附中访问吗 那傅昆奇今天宣布下个月在26号有四天率免二十多位立委 也要前进到中国访问 来这个态势来 于将军怎么看 是非去不可 尤其是傅昆奇 傅昆奇必须要先去把所有韩国瑜在八月份 要采访要形成的点 还有确认的一些关键的形成 傅昆奇必须要先去确认 因为韩国瑜这次率团往中国走 我觉得县市长不见得亲自会到 但是一定会派人 就是所有国民党或是友好国民党的县市 他一定会派人跟随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内部盛传一件事 就是即将要恢复两岸活络的贸易 因为习近平请马英九带回来的很多蓝银喜欢听的利多 就是两岸我们可以交流 我也鼓励中国同胞尽量往祖国宝岛 他是说祖国宝岛去看看去走走 所以习近平的政策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说未来如果国民党跟中国能够有保持非常热络的 这个讲的直接点 有利于他们统战的行为 那么中国就会开放他们的人民 尽量到祖国宝岛来做旅游 甚至不排除自由行 就等于要恢复在疫情以前的那种热络的状况 那么蓝银当然是热血沸腾啊 哪一个县市不想啊 他都想啊 他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在这一段没有大陆同胞来台湾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的旅游景点 是不是干净多了 是不是安静多了 是不是水准跟品质高得多了 不会有一些不该上厕所的地方 他们上厕所 不会有一些地方是不该喧哗的地方大声喧哗 不会有一些应该保有次序跟树木的严肃的场合 他们大声的口口叫叫 我觉得大家想想看 我们当然欢迎全世界的旅客啊 或者是观光客到台湾来 包含中国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韩国瑜这次我真的要去 不是只是把人带来而已 要把台湾的高素质 把台湾的民主价值一并带到中国去 就是你去 我觉得至少韩国瑜不要见习近平 千万见不得 你可以去建造乐际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国会 不管他们怎么宣传 地方跟中国 那你中国是这个人大 你是人大 那我台湾是立法院 那立法院的院长见人大 我觉得这相对的是一个 他们间接承认了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你见了习近平就不一样 你见习近平就好像是 我是皇帝 你是一个台湾的地方政府 我召见你 所以我说如果韩国瑜非去不可 也一定会去的话 我觉得见赵乐际 尽量阐述一件事 台湾是自己满足自己 台湾是自己说话算话 台湾是自己雇自己 那么跟中国之间 只要你不打压我 我们真的可以做朋友 如果你不要欺负我 不要在国际之间让我住处碰壁 我可以见这个捷克的议长 我可以见这个欧洲 所有国家的议长 我当然也可以见人民大会的议长 但是要切记一件事 要平等互惠有尊严 所以说如果韩国瑜可以做到这点的话 我觉得倒觉得是一点突破 也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段时间 文攻武嚇不成 渐渐的能够释放出一些 间接承认台湾的一个好事的利多 但是如果习近平纯粹为了统战 那么我觉得国民党要实现你的诺言 你统战我就统战回去 你必须要做到这点 否则回来不但对两岸交流没有好处 反而是贬低了自己国会的格调 是 来 一川对于这样的结果你意外吗 大家回想看看 在大选之前赖清德不断不断的提出警告 如果国民党胜选 如果国民党在国会拿下多数席次的话 其实呢会有韩国瑜率团前往中国 甚至率领的是地方首长前往中国 选前就提出这个警示 来川哥果然印证了 所以呢应该怎么看 没有错 这是我自己在助选之前抢救王毅川大兵 我们每一场都讲 韩国瑜一定会带着国会议员跑去中国 现在就要实现了 这个其实在王富林的对台工作计划里头就有了 这名字叫大交流 那大交流从最基层的村里长 将近就知道我们桃园也蛮多村里长 就里长被招待 被去那就落地招待 这中国传统的模式嘛 就是你去可能交个几千块 就是说买机票的钱 去到那里就招待 那现在就扩展到比如说国民党的这个政要 那这个这一次更夸张的就是傅昆奇嘛 现在花莲的这个灾情还没有疏解啦 因为花莲现在包括这个太鲁阁这条公路 包括几栋大楼要拆 他自己也在推花莲的这个重建条例 他竟然有办法下个礼拜带着20个人要去 立委 下礼拜立法院不是没有会 下礼拜二 礼拜五还有很多案子要审 而且可能都会表决 结果你那20个人都跑走了 那到时候表决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们到底在急什么 你可以等这个会期结束嘛 我知道他们当然在急什么 他们急着在520之前 520之前 所以我形容他们是去领圣旨 就是说有圣旨要交代 有事情要交代 需要单面讲 所以他们去领圣旨 520赖清德要就任 赖清德就任前的立法院 势必要有一些对国民党来说共同的定调 对中国来说共同的定调 定调赖清德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 所以这一次去 我很关心那20个人到底是谁 如果20个人是不分区的立委 那是党的决策 那个就OK 那是党要这样做 可是区域立委 你还是要回头跟你的选民讲 说立法院的期间 你跑去中国做什么 你可以等到六七月再去 你可以等到韩国瑜找那一团你再去 为什么傅昆吉这一团 你一定要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韩国瑜带的那一团 韩国瑜那一团 本来不是朱立伦要带的吗 朱立伦不是本来带县市长去吗 这现在怎么忽然又变韩国瑜 对岸不要 对岸不要朱立伦 对岸清点的人物不是朱立伦 就是那个大交流啊 里头一定有名字嘛 就说这个这个这个 那这个人下面可以带什么嘛 他一定有一张大的图嘛 然后一个一个突破嘛 那所以变成韩国瑜去的这一个 刚刚张军讲的 对只要去见到人大 那就是两个国会 两个国会 那见到习近平 我们就是地方一位 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韩国瑜你也要小心 你要带团去中国交流 那是你的事 那是你们政党的事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你去 你最好勇敢的说 我是中华民国立法院员长 你最好直接讲 我是中华民国立法院员长 你去到那边不要又畏畏说说 我是什么来自台湾省 最高什么民意机构的首长 那讲那个就是 就是很丢脸的事 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去 那当然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最近感受到一个氛围 就是说傅昆奇这次去 有可能会带一些礼物回来 因为习近平已经跟马英九讲说 这个希望中国的这个 中国人到台湾来多走走嘛 台湾人可以到 是是 各位发现这一个月啊 开放路客来台 对 台湾的旅行社 可是在民间我已经听说了 就算五月份已经要登场了 不需要国民党去 其实中国已经做决定了 不是吗 你们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现在旅行业者 旅行业者都已经在准备了 那小军姐 对 那这件事情谁要宣布 中国宣布吗 当然不是嘛 就是这二十几个人去嘛 带回来的礼物嘛 就带回来说我们已经 他还没去已经成型了啊 也不是靠国民党练导的去才成型啊 这个宣布会在 收割 在收割这事情嘛 那现在所有的领行社 包括下个礼拜 包括应该这礼拜 这礼拜五 这礼拜五 傅昆吉也在立法院要开一个会 就是要讲这件事 我们要帮旅游业者 还有相关的观光的业者请命 请命 那他这个会开完 就出门了嘛 那出门去到那边 然后这个中国说 好 那我们就开放 哇 那所有的 这个两岸开放旅游的这一个功劳 全部都在傅昆吉身上 这是他打的算盘 所以这个他们的每一步 我是觉得这样啦 就是说立法院里头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你要放暑假的时候再去 不然第二个就是 你不用去那么多天 你如果真的有事情要沟通 你就礼拜六坐最早的飞机 礼拜天坐最晚的飞机 你就完全不会断步 还是绰绰有余啊 对 不会断步 或礼拜五晚上的飞机 礼拜一早上回来都可以 但是你这样的一次去四天 你还一趟去的 总是要吃吃喝喝再回来 不是 这些人缺吃喝吧 这些立委过了 四天要吃吃喝喝一下 对啦 他们可能喜欢 那一种大场面 就是喜欢这样交际 但是如果真正要讲事情 其实去 可能重要的事情 讲也不用30分钟 要交代的事情 要传达的这个指令 可能很快 那如果要化解这件事情 我是建议傅昆奇把这行程调整缩短一点 是 时机跟动机 这个川哥讲的 我相信在线上的所有官人朋友 你们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你知道这个情势 这个情势里头 我们如果拉高战略 从马英九 从傅昆奇 从韩国瑜 他们可不可以去 完全不是在于我方 被动 完全都是被动的 灰之急来护之急去 都是我们处于一个被动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处于一个被动的状况呢 中国的战略到底是什么呢 那国民党的战略又是什么呢 也许 也许就极力要去营造 台湾的主流民意 是如此的亲中 但是我们来看 从马英九 或者是在下周的傅昆奇 或乃至于8月份 韩国瑜要率领 15个国民党地方县市首长附中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附中交流 没什么不好 附中交流没什么不好 我们不要太过于负面解读 问题是 你们如果形成一个 要制造这种所谓的认知误解 所谓的认知作战 什么叫做国际认知上的误解的最新情势呢 会认为是国内的主流民意 可是我今天特别去查了一个数字 在2024年的立委选举 我们现在看到民进党席次是51席嘛 对不对 国民党是52席嘛 52席加二五党级的陈超铭 跟高金素美变成54席 看起来好像是国民党是在立法院 最大的个党派 但是但是 从得票数来看 民进党的立委得票数 拿下498万1060票 拿下是36.16% 498万100 498万将近500万 1060票36.16% 国民党拿下多少呢 国民党拿下376万4293票34.58% 注意听哦 从398到376 有没有看 民进党 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 得票数跟得票率 是高于国民党的 所以你要营造这是一个主流民意 错了 错了 完全是错了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 但是 呃 我某种程度我说乐观其成 因为 的确必须要好好沟通 可是刚刚川哥讲得非常好 你什么时候不沟通 何时不沟通 你特别挑的是在520之前 所以这一个某种程度 这个烫手山芋 也交给了现任 正在新旧交接的蔡英文政府 跟赖清德政府 来 余将军你怎么看 如果国民党能够主动安排 附中行程 他当然可以安排 是 当然所以这就是被动 这完全的节奏感 是掌握在北京这边的 从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 习近平抛出所谓的 大家可以到祖国宝岛看一看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 我大概就知道 习近平后续的统战步调 要怎么走的 第一个 皇帝同意了嘛 习皇帝同意祖国同胞 可以过去 那么大家认为一件事 中国的百姓想不想往外走 想 非常想 可是没有钱 他们的经济没有像之前 那么景气 可以往欧洲啊 可以往美国 甚至可以往日本 最起码往日本走 现在他们觉得往台湾走 第一个 比较经济实惠 甚至 因为是习近平同意的 你赴 台湾来做旅游观光 不管自由行或是跟团 甚至还有补助 甚至还有补助 这就是政策性的一个作为 让中国的这些百姓 可以往台湾来刺激 来促进台湾的旅游业 或者是地方的一些 民胜古迹的经济成长 说句实话 我乐观其成 我是乐观其成的 所以说 我相信一般的百姓也说 这样不错啊 这样蛮好的啊 虽然我们的旅游品质 会变差一点 虽然我们地方观光的一些环境 会变差一点 声音会变吵杂一点 可是对于这些地方的观光业者 我觉得他们是开心的 不管是游览业者 或者是地方民胜的这些 经营的这些旅游业者 我都是开心的 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国民党第二步 为什么要选在520之前去 因为如果520以后去 就是赖清德的政绩了 对不对 赖清德很好啊 当然总统以后 你看也开放这个 也开放那个 旅游的这个 旅游业也起来 不是啊 520之前也算是蔡英文政绩啊 不算 对 因为蔡英文已经到了 快要下任了 是 而且国民党由傅昆奇 国民党的总召 带着这群人去 然后回来以后几乎 因为现在旅游业也在准备了嘛 等于他回来以后 大概在520之前就会开始 那对于中国来讲 双重的宣传 第一个给国民党一个面子 第二个就是赖清德政府 你不要说我不给你善意 我释出善意啦 我中国人来啦 我旅游也开放啦 我都可以啦 所以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 统战政策来讲 他都赢啊 一来抓住了 收服了国民党 二来给赖清德说 我对你也释出善意 可是呢 你在中国的游客来的同时 你的飞机 你的无人机 你的军舰 你没有停嘛 胡萝卜棒子 同步都在进行 没有停嘛 对不对 难道你这些军舰军机 还有这些无人机 是为了要护送 中国观光客到台湾来吗 有这么周到吗 有这么贴心吗 有这么贴心 你怎么宣誓会说 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为党服务 效忠人民变效忠党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做法就是软硬兼施嘛 他对台湾就是软硬兼施 他为什么要软 他不是看到了 我很怕你台湾 倒不是 他看到了印太战略的团结 他看到了日本是玩真的 他看到了菲律宾也觉醒 他看到了美国并不是所谓的惧怕中国 而美国是要让印太真正的强大起来 所以中国怕的是这一块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状况也要一个因应 我们欢迎中国的观光客来 但是我们不欢迎的飞机跟无人机还有飞弹 所以我们可以把观光做得很活络 但是在国防与印太集合方面是一点都不能让 你有你的策略 我有我的计谋 两边要并进 千万不要因为中国的观光客来了 软化了我们对于印太合作的国防 不要因为中国的观光客到处观光了 让我们的全岛的所谓的刺猬部署产生了漏洞 我觉得这才是双轨并行 既要顾及民生更要强大我们的国防与印太 这才是我们该做的 共产党的真面目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不断的释出善意 对马英九 接下来对傅昆奇 甚至对韩国瑜 问题是共机扰台 在这两天我们看到共机扰台 它这个架次跟规模 又是一大批的一个直升机 尤其有11架越过了海峡中线 在扰台同时 据说有一架距离我们的台东 只有27海里 27海里 所以这在干嘛 来 一川这是什么样的战略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对台目前是怎么样 可能武统台湾没有办法了 武统台湾很难的 全球在围中在制裁 尤其是美国的力道 不管是拜登 不管是川普当选 力道都很难减弱 状况是这样 习近平意识到 我的国内四面楚歌 我要武统台湾 南上加南 所以呢 我只能透过合同 马英九招招来 傅昆奇招一招过来 韩国瑜招一招过来 所以傅昆奇去了 韩国瑜去了 我等一下让观众朋友 其实最近报道很多啊 傅昆奇在中国投资还不少了 观众朋友你可以爬树一下 傅昆奇在中国投资有多少 所以接下来傅昆奇去了 韩国瑜去了 接下来是什么 媒体传去了 还有地方的县议首长 县议长 地方的议员也去了 包括了里长团也都去了 无统无效 我接下来就一步一步 透过了和平统一的方式 来 益传怎么看 这个说法叫做 用台湾的民主 摧毁台湾的民主 刚小金简利呢 这些都是台湾民主选出来的 从这个马英九 从傅昆奇 从这个韩国瑜 到所有的立委 议员 村里长 这一整套 每一个都是选举出来的 那代表什么 就代表台湾的民意 是先向中国 中国想要这样做 就是说你看台湾哪里 各的层级的民意代表 通通热爱祖国 他们通通来祖国玩 然后了解祖国 然后避免误会 他们要营造这一种 这一种氛围 可是对台湾在地的人来说 不管你在怎么做民调 现在那种支持统一的 已经非常少数了 现在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在 维持现状 连那个就是主张要独立的 那个人数都还慢慢扩大 一点点一点 没有很多 可是维持现状还是占了非常多 就大家就维持这样的关系就好 就有点黏又不会太黏 那中国用这种飞机来到 每次中国飞机来到 然后民进党抨击国民党说 哎 你不去跟阿公说一下 叫飞机不要 背来背去 大家要做朋友 做好处逼 对吧 不要当敌人嘛 你们没事 我们家门口这样弄干嘛 他就说 你们不要搞台独就好了 就回你这一句 那就意义就说 不跟中国好了就在搞台独 然后呢 去到中国了就不是在搞台独 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 所以我再回到王富林讲的那个大交流 对台工作机会有个大交流 刚刚讲的全部都在交流 那最后就是这些人 回头来跟他的选民讲说 我们这次去也很好啊 你九寨沟没去过吗 这个什么桂林没去过吗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西湖啊 你也没去过对不对 上海人家那么繁荣 这个黄埔滩 这个很繁荣啊 北京啊对不对 天安门啊 你们都听过都没去过 好我带你们去 我们这个乡镇啊 我们就办个舞团好了 限了这个100人 哇大家就抢没头啊 那你们去的机票 一个人交五千块就好了 那就可以去玩一个礼拜 那对一般的选民来说 这听起来不错嘛 反正去我们又没有要谈政治 我们就是去玩 然后慢慢的去软化你 之后呢就对中国就开始没有敌意 可是大家紧张的时候就回头来说 你没敌意你如果就回忌就会被拔来 不是讲好大家不要有敌意吗 又要飞过来 所以阿共啊这个策略基本上就是 透过我们这些民选的 每一个都是选举出身 民选的这些人 让他们觉得中国是好的 那今天为什么搞到两岸关系 这样就是蔡英文 那接下来就是赖清德 那就是台湾要搞台独 所以财富会好 那如果好的话 你看两岸都可以交流 就公安客越来越多 我们公安产业赚很多钱 那台湾人呢听过了中国的历史上的地名 什么什么 五哥不是那个就是什么 去看那个什么佛啦什么什么 大家都读过 你就可以去 很好耶 这个我觉得在地方上 这些村里长就觉得说没有不好啊 你们都把事情讲得那么严重 可是中国这种统战已经几十年了 一堆人去被落地招待过啊 对啊 我也去中国就是去教书 教那两三个礼拜了 去后那里他也把你奉为上宾啊 就是两岸的学生学术交流的时候 你也去那两个礼拜 他把你奉为上宾啊 来接你都是黑头车啊 带你去吃饭啊 然后上课就这样 然后学生交流 派出来的学生 每一个都被训练过了 派出来的学生竟然会说 老师啊你在年轻的时候蛮热血的 就是 我举个例 譬如说我们台湾的学生 就有一个中国的教授来台湾交流 我们的学生不太会去查那个中国教授嘛 就只会查他学书上的成就 那中国学生说老师你年轻的时候蛮热血的 代表他们还是 我去上课坐在下面的学生 他们都知道我的底细了嘛 那这怎么交流 就是你 他希望当然就希望说 这中国台湾去的人成为他们的样板 那台湾去的这些民意代表啦 村里长啊接下来包括傅昆吉 大家都去都觉得中国 傅昆吉在中国是常常进出的嘛 他也不否认啊 常常进出 他也不否认 我看调出 2018年11月20号当时花莲一个报导 说他宁愿投资大陆也不愿意照顾花莲 这是刘晓梅那时候花莲县长的候选人 他说傅昆吉在任的前县府有心投资400多亿元 在广西南宁的健康产业 好刘晓梅说 广西南宁傅昆吉投资了400多亿元 在他的前县府有心投资400多亿元健康产业 不愿好好照顾花莲的老人家 这个有进到这个县长的职责吗 然后呢他这边报导说 2011年傅昆吉任内呢 跟时任容量公司负责人的徐真卫 到中国广西南宁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投资400多亿元在中国南宁的台湾健康产业 当时也登上广西的新闻版面 对他在中国进出是很频繁 所以他当花莲县长也弄了好几条航线 就是指挥花莲 你有意过什么指挥台东的中国的版面 指挥花莲 他在那边是很吃得开的 所以他这次去当然也是秀肌肉嘛 就是说你看这些你们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 这个你们如果自己来都没办法去的地方 都见不到的人 包括这里的政商 中国政商界的人士 每个人都跟我很熟 他也要从此要展现这些事情嘛 那对这些国民党的立委 在中国有投资 再讲一遍那也是他的自由 他觉得那里可以投资 那也是他的自由 台湾也有很多台商在中国投资 在中国投资 中国设厂 中国赚钱 台湾也有很多学生在中国工作 这都是每一个人 对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的选择 但是因为傅昆琦 现在是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的总招 在一定的身份跟名义上 他就代表国民党在立法院这52个立委 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在中国的言行 一定程度代表国民党 那就会回到我刚讲的 王富林的那个大交流计划 就是一次把国民党这些立委 都全部锁在傅昆琦一个人 我还是觉得傅中交流 说真的没有什么啦 但是这里头所呈现的效应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负面的一个思考 可是他带给国际上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在战略上 你附中交流 给国际一个错误认知 台湾最大党派是亲中的 然后主流民意 事实上是希望亲中的 是这样的 事实上不是代表真正的主流民意 那接下来 观众们可以意识到未来 未来的媒体团可能都会去了 那包括的地方县市议员 也都会去了嘛 来将军这边我们其他要补充 否则我们要进入许巧新 许巧新最近是怎样 到底是谁诈骗 是他诈骗还是他的狗 还是他他们故障 大狗 还是跟他先生又有什么关系 来将军 我先把前一段再做一个很简短的补充 降低敌意螺旋靠交流 我绝对赞成 但是你在降低敌意螺旋的同时 你却上紧了统战发条 这是很可怕的事 一边在降低这个敌意螺旋 一边上紧的统战发条 文化统战 经济统战 宗教统战 还有所有的村里长的这个基层统战 他样样来 看似降低敌意螺旋 其实统战发条上紧 紧到不得了的时候 你就不用打就被统一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 要回想一下 在那个时候交流最普及的 那个所谓两岸交流大时代 我们的危机在哪里 是完全没有敌情意识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降低敌意我完全赞同 扩大交流我也赞同 但是大家那个奋计 不要以为大陆是遍地黄金 人人能发财 你看看他的同胞过得好吗 看看他的人民富有吗 如果他的人民自己的人都不富有 我们去了会富有 那就是统战 所以我真的这点要看清楚